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 大家好,我是刘真,今天还好吗? 昨天随便发了一条,就吐槽了一下 说这个头条给我推送热门话题 说有没有一瞬间你会感到人生好难 我就说我这个不是一瞬间 我经常会觉得人生好难 我觉得这个活着好累 投胎水平不行 反正就发了发牢骚 然后就有人回复说 那孩子你是没经历过真正的苦难 你这叫无病身影这种的回复 反正是总有人喜欢这样 首先是觉得别人是孩子 就在网上经常混的 其实比我大的并不多 我都四十多岁了 然后动不动喜欢叫人家孩子 那么喜欢爹味十足的去跟别人说话 你没经历过苦难 什么叫没经历过苦难 你的意思就是 当年吃饱穿不暖的时候那叫苦难 现在你吃饱穿暖 你的所有的苦难都不叫苦难 你没经历过 之前陈丹青说过一句话 就是每一代人会有每一代人的苦难 我特别反感 你把这一代人的苦难 去跟下一代人说 因为每一代人经历是不一样的 你这一代可能是物资匮乏 对吧 吃饭这个是大问题 吃个肉 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 但是等吃的肉不是问题的时候 它会产生新的问题 对吧 现在的年轻人内卷的多严重 工作那么辛苦 甚至找不着工作 那么迷惘 房价这么高 你当年这个吃饭成问题 都说你住房还不成问题 你还有单位保障 对吧 现在吃饭 吃饭问题解决了 住房移留 各种各样其他的问题 不照样压在身上 所以每一个人经历的苦难 是不一样的 而且你怎么知道 你经历过我经历的苦难 对吧 我经历过什么事情 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 我经历很多事情 可能常人都没经历过 我不愿意去吐槽这种东西 好像是负能量一样 所以我会觉得 每一个成年人的人生 都不容易 我会尽量的用同理心 去理解别人 然后我不会去 这个 奚落别人 说你什么都没经历过 小屁孩 你什么都不懂 你的生活多幸福 你看我们吃过那么多苦 我觉得这种 充满爹味的 这个对别人的 这个指点 非常的 令别人不爽 你没有经历过 别人的人生 你怎么知道 别人没受过苦 你怎么知道 别人受的苦 这个你能受得了 而且苦分很多种 生理上的苦是一种苦 你可能干体力活是苦 但干脑力活 就没有苦的时候了 那半夜爆肝 一朽一朽的 头发掉一半 那不是苦吗 说白了 你可能想 想受这种罪 你还没这个能力呢 成年人的人生 都是一地基 每个人的人生 都会有不同的 都会有不同的苦难 我们只要尝试的 去理解对方 寻找顾名 用同理心 同情心 去看待每一个 这世间的生命 这样就足够了 你没有经历他人的苦难 不愿意劝他人 怎么样怎么样 你不应该怎么样 你应该怎么样 郭德纲都说了 没经历过这个事情 劝我要打肚的 这种人 你打雷的时候 离他远点 容易被劈着 容易被误伤 其实就是这样 别什么事动不动 就让别人去想开点 让别人去算了吧 你什么 你说别人 你什么都不懂 我反正不会这样 现在有人这么怼我 我也就是一笑了之 我也不会回嘴 你实在直接上来就骂 比如说我说 我觉得张曼仪 女演员天花板 上来就有人说 你放屁 那你这样还聊什么 对吧 你平时跟别人说话 你会这样说吗 你当着我面 你敢这样说吗 你放屁 你敢吗 我不抽你吗 只在网上 他才拥有了无穷的勇气 躲在键盘后面 他才成为了 敢指点一切的这种大任务 别人的所有的事 都嗤之以鼻 所以我就说 没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 就不要对别人的人生 指指点点 你分享自己的经历 寻找跟你有同样共鸣的朋友 至于喜欢或者不喜欢 那是你的权利 但是你没有资格去指点和要求 吐槽两句 就这样 谢谢大家 点赞评论加关注